另外由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台东剧团所执行的 109年青少年艺术育成基地计划后山青春欢聚一堂 第一场次23号的下午是在花莲市花岗国中进行 并且由八斗喜演说班朱德纲老师带领演出 并且和同学们教学互动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期望经过向下扎根的系列活动 让花东青少年朋友有机会来接触剧场艺术 拨下更多的艺术种子 文化部为了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剧场艺术 培养在地剧场人才 今年初推动109年青少年艺术育成基地计划 花东区由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并由台东剧团执行这一次校园巡演 首场来到了花莲市花岗国中 由八斗喜说眼班朱德纲老师 带领德艺门生刘玉谦进行向身演出 并与同学们教学互动 现场欢笑声不断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相论的表演 相论你看首先注重的是什么 语言 语言是最重要的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什么呢 研究校 研究校 当然研究校 你要让观众笑 你自己就得研究校 那你研究了吗 我当然研究了 要不信你现在这样 你当着都有同学的面 你在这里分门别类的笑一笑 我马上能说出那个笑是代表什么含义 好 就是我在这边随便摆出一个什么样的笑容 你都能告诉我的笑容 背后的叶子 对 真的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对不对 知道了 刘一天这个人了 是什么 就喜欢小丑物抱着小狗的 呦 不是 我明是抱狗干嘛呀 不是狗 抱狗 呦 也不会是 也不会是 您看清楚了 呦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抱那个海豚 海豚 你抱什么朋友 我呀 抱我弟弟 你弟弟怎么抱那么长 你弟弟在真的抱 真的真的抱 现在我知道了 你爸爸 你相对 执行这一次校园巡演的台东剧团团长刘梅英表示 让同学们从戏剧观赏 以及戏剧体验互动教学 希望能够带给同学 对艺术表演新的启发 那这主要是因为针对花东的青少年的戏剧 预成基地来做一个执行的计划 那计划里头会有校园的巡会演出 是一个场次 那也会有戏剧园习社 也会有戏剧工作坊 也会有成果发表 那今天呢 就是我们第一场的演出 我们希望从戏剧观赏里面 做一个戏剧互动的教学 虽然小朋友从一个 呃 观赏者的一个角度去看表演之外 他还去尝试走上去舞台 去试试看因为他表演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会从观众变成一个 舞台上的一个 呃 示范演出的一个表演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经验 是因为呃 从观众到演出 这样不同经验的一个过程之后 他会对于戏剧会有更不一样的一个 戏剧 以及开启 十场次的校园巡回演出 环林县除了23号在花岗国中之外 另外还有秀林国中 海星中学 华人国中 风冰国中 物理高中 而台东县则包括 瑞源国中 大王国中 宫东高宫 成功商水等共十所学校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期盼借计划的推动与执行 引发更多花东青少年的参与 进而播下更多艺术种子 让花东艺术文化基地更加厚实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